然后啊 这个不就是滴滴倒是和CC公尼吗 这个时候啊 他不会窃取你的数据 但是他会怎么办 他会把你机器 集群给压垮 那你不能够正常的对外提供访问 就像我以前跟你们说的 这种这种东西啊 在哪一个里边应用的非常广啊 就是我所知道哪一个呢 就是恶意的竞争 恶意的竞争 在游戏的私服业广为流传的一种手法 经常会两个 假如说两个开私服的人 经常会找黑客高手 给几万块钱 然后去攻击对方 明白啥意思吗 为啥攻击对方 假如说同时是晚上九点钟开服 又开两个服 一个是你开的 一个是他开的 我让我所有的玩家访问不到你的网站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不玩了 这个时候你不玩的 你是不是就玩这个了 明白啥意思吗 竞争吗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从控制文 配置文件去做啊 其实真正是防火墙去控制 防火墙给他照不掉就可以了 这个防火墙你们没学 今天咱们先暂时学一个 NX的访问 控制列表 其实也叫做 这个做完之后 你们还有第二点一个东西 第二点一个啊 第二点一个做什么呢 第二点一个就是实现 A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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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APAC的 不对 你那个味我还说不出来 你咋说了 啊 APAC APAC 你还要实现APAC的访问控制列表啊 实现APAC的访问控制列表 这个是在哪做呢 你们还记得 就是当时你们就可以做一个虚拟主机的访问控制列表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们啊 告诉你们一个东西啊 你们呢 不要用你的IP去访问 这是不要用你的浏览器去访问 你要在你的机器上去CURL去call他 明白啥意思吗 去call他 看看真正给你的状态访回码 是什么 能听懂吗 因为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啊 有一些IP地址 假如说假如说 假如说你看我这个 假如说我禁止 我禁止本机的IP地址访问 假如说这个禁止一个字段 我在待你这块 我写个禁止 我正常的话 我这个机器 我禁止我本机 我本机是不是Windows电脑的IP地址啊 但是 在服务器上识别 不会识别你本机 因为什么我这个本机是内网IP 明白啥意思吗 我这个本机是不是内网IP啊 我本机的内网IP 然后出到上一层 上一层的那个IP 才是真正访问服务器的IP 能明白啥意思吗 来听不明白 来听我给你们画 画了你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说这个访问控制这块 你们有的时候会做失效啊 听好了 为什么会做失效啊 因为如果你访问控制里边 你写假如说你禁止你 Windows的IP 你WindowsIP看 是不是10.0.111啊 10.0.111段 你假如说你禁止这个段的 但其实我这台机器 你们看它的IP地址 是10.0.111.X这个IP段的 但是其实真正它上一层 其实这个IP是不可以直接上网的 在上一层还有一个地址准发 真正上一层 上一层才是真正访问服务器的 这个东西 是在这台交换机上 为什么说呢 我们如果说咱们的10.0段的 这个IP地址是不可以直接上网 这是不是都是内网IP啊 那么它为什么做了上网 因为它做了一个叫做 isnet的一个叫做 地址转换的一个东西 它都是内网 然后它做一个isnet就会上公网 所以说对机器识别 对机器的识别的这个 这个机器的IP 不是你10段的这个IP 那么怎么样去看呢 那么怎么样去看 访问我这台机器的IP地址呢 有一个 Accise log A-C-C-E-S-S.log 不要问我这个路径在哪里 饭的我讲过吗 明白啥意思了吗 同样吗 它有一个 Accise.log的这个 log日志 就是有你的外部服务的log日志 这个log日志 它会记录你 什么时间段 哪一台机器 访问了我的这台 外部服务器 能听懂吗 同样吗 然后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们会做访问控制列表 这块不要用浏览器去做 然后你们会失败的一个原因 会失败 页面显示出来一个原因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你们不光要实现NX的 还要实现阿帕奇的 然后NX的字段在哪里 我这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并且我笔记里边也给你们截图了 你们看了吗 你们知道我在说啥吗 我给你们的NX那个访问 访问控制那块 樱桃树上 这是不是有啊 这都有 这都有 这是状态 然后主机用户的 这是用户 然后主机的访问限制 这不就是后边我呢 我云主机给你们截的图 这不就在所有字段 location下边吗 不是 知道了 说了吗 然后啊 这是第二个 就是禁止IP或者IP段的访问 这个你要实现 阿帕奇的访问控制列表 做完NX之后 这个不要做完NX之后 直接去做这个 你这个NX做完之后 你把今天我留的这五个NX都做完之后 再回手去做这个阿帕奇 今天你们要做六个东西 你们知道我说了吗 现在 听明白了吧 这个我会演示啊 这个我一会会演示啊 我得先告诉你们 你们做的是什么 那可不能照我笔记复制站停业去干了 那能行吗 下一个啊 这个 下一个第三个 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三个 你们要做实现网站代码的一个更迭 这次是念碟吗 是吧 我叫那个匿名用户的匿一直叫密 叫错了三十多年 直到上一次讲课 这个匿名用户这个密啊 怎么用拼音都拼不出来 才发现是错的 匿名用户那个叫做 好笑吗 不就读错了 但是吗 那有啥的啊 然后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下一个 就是实现网站代码的更迭啊 也就是实现代码过滤 为什么说网站代码的一个更迭呢 假如说啊 你开发写了一个网站 里边他发现他有一个字段 全都写错了 什么叫做全都写错了呢 假如说他把这个 恩贞克斯 明明是恩贞克斯 他全都写成阿帕奇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想他一个代码里边 是不是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啊 是不是非常多的这个内容 所以说呢 他不可能去改他的那个内容 去修改代码吧 你们说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添加一个模块 把这个内容作为替换呢 这是一个 再一个 这不就是敏感的关键字过滤吗 你们想如果你上面写了一些 非常敏感的一些 例如不健康的一些内容 然后你是不是可以给他替换成叉叉啊 啊 啥就怎么说 不健康的内容是啥都不知道 嗯 挺好 然后啊 这个时候啊 你看 如果有一些不健康的 假如说赌博类的 我说的是赌博类 你没想啥呢 那思想这么肮脏 健康一点好 假如说赌博类的啊 你想想 假如说写成一个 假如说 这个代码 然后有一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有一个说赌博 这个时候 你想想 你这个赌博 这是不是在你的页面上显示 是不是非常不健康的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老大说一看 你这个赌博 不不太不太好啊 把这个赌博 换成技术交流 把这个赌博 换成什么技术交流 对 技术交流 你想想 或者说扑克交流 这些交流平台 你想想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里边 全都是这种东西 你是不是要去改 你的原代码 那怎么去改呀 那一个公司 一个代码 是不是非常长 非常多呀 你根本就改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出了一个 NX的一个模块啊 这个NX的这个模块 就是 必须的加这个模块 才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来你们啊 一会儿啊 这个是你们这五个 都做完之后 才做的一个东西啊 仔细听啊 你们呢 都做完这些东西之后 你把这个 user local 下面的NX给 这个是让你们看效果的 N5个 但是我感觉你们第五个 等五个 等五个 都做完后 等五个都做完后啊 要做什么呢 等五个都做完后 不添加 模块 不添加哪个模块 这是不是要写了 看看位子 你不添加这个模块 然后 然后正常的做 然后 正常的去修改 NX配置文件 然后正常的去修改 NX配置文件 然后去查看 报错 这个报错是什么信息啊 这就是 模块 没有 安装 不支持 不支持 网 过滤的 功能 查看 拔错 不可能 不报错 等五个都做完之后啊 不添加 模块 然后正常的去修改 NX的配置文件 然后去查看 报错啊 这个时候啊 你的模块 如果没有安装 你的这个功能 是实现不了的 这个时候 它就会给你 报这一行的 错误 说这一行 配置文件 有错误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 有错误 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你写错了 而是你的模块 没有添加 能听明白吗 这是五个东西 都做完之后 要做的啊 都别着急啊 这里边好多 细节知识点 我一会儿 要给你们做一下 看看效果 这是第三个实现代码的更迭 代码关键字 我绿 替换 替换啊 把什么替换成什么 然后 好了吗 同学们 然后啊 这个替换 紧接着又要有一个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只加了 这一个模块的话 它只会换到匹配的 第一个 能听明白吗 只匹配一个 只写一个的话 它会只匹配第一个 那么怎么样 全部去替换呢 要继续往下写 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字段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演示啊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演示啊 这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贷码的更迭和这个 贷码的就是网站的关键字的一个替换啊 这是第三个 然后还有第四个 那是不是叫做 ni navy زprice guidance age mass Voorhe роз 吖 应该叫错 这是他应该叫做 üze pierce 你看 отмет 我也犯着毛病呢 我为啥要问你们呢 Xpires Xpires 对吧 你看中英界在这 Xp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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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Xpires 这个Xpires是干什么的呢 你们还记得假如说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把我的NX明明关了 或者杀了 你们在浏览器上还能够访问我的网站吗 有的时候 缓存吧 那么这个缓存可以关掉吗 可以设置时间吗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你们在授课的时候会讲另外一种方法 我记得应该是会讲另外一种方法 然后我会给你们讲 这个其实也是NX优化的一个参数 Xpires 只要加一个Xpires的字段 后边设置缓存时间 然后你直接靠 直接靠你的这个网站 就会显示缓存时间 你想让它存留多少 我们一般会对浏览器存留多少 告诉你们 我们最大的一般是存10年 10年 啥意思 明白吗 对 就是一直在开启这个缓存 能听懂啥意思吗 你在你在你这个 web这块 你在你web这块 开启就是你 你NX这边的缓存 NX这边的缓存 就是说我允许多长时间 允许这个缓存 开启多长时间 那个叫做catch 那个叫做catch 等你们做完这个 就能看出来了 非常明显 这个直接就能看出来了 然后啊 这个是第三个缓存 这个真的一点都不难 但真的非常重要 我希望你们把NX里边的配置文件 以后你们学 这个这次啊 你们学不透 我希望以后你们学习NX的时候 把配置文件里边东西学透了 大型网站 你们把NX这块学透了 然后如果人家问你网站 你们会学的非常的 你们会学的非常的那什么 好学 生心 为啥 因为这一次NX我给你们讲的特别多 里边 一些重要的点 我都告诉你们了 然后其他重要的点 你们后边的老师会告诉你们 对了 我忘了跟你们说了 我昨天已经问了 我已经确定了 我还有 我再带你们一周啊 20号是个大班 我20号去新班 想让我走 是吗 放吧 没有 伤心的笑 伤心的笑 大班 大班必须要我去带 大班 大班 什么叫做大班 50人左右的 别扯了 这啥班 然后啊 你们 我告诉一下你们人员的老师配置啊 我今天啊 我告诉一下你们人员老师配置 你们啊之后啊会换 第一位是第一位啊 第一位是教你们 shall my circle 加python基础 加python 这三个这三个东西一个月 是你们的刘老师 刘老师是深圳的云计算 七月份他就要去深圳了 他就不在北京了 这他可能是带你们 在北京带的最后一班 为什么 因为他七月份要去深圳的python 运维开发去带那个吧 云计算的好程序员 你们知道云计算开好程序员了吗 他七月份去深圳 他七月份去深圳带python 不是运维开发云计算的好程序员 他七月份去深圳 所以说他在这块会带你们 一个月 他会教你们shall加my circle 加python 知道了吗 这是第一位老师 你们第二位老师 大高个 有可能是他 有可能是他 磊哥 对 CTO 虚磊 然后你们的后期肯定是 严强 就跟我特别好 每天都进来的那个 刀客墙 不是大老严 是小严 刀客墙 他在这块就是刀客墙 他的刀客加k8s集学 我就告诉你们 我不敢说全国最强吧 但是也能数上前十了 你昨天我给你们发的东西 你们没看着吗 陈强写的那个东西 那陈强才学多长时间呢 那是谁教出来的 刀客墙教的 我们教的 你看看陈强写的那个东西 GPU 这都你们南山的学生吧 七班是我 跟我 我带他们时间特别长 跟我关系特别的好 七班 六班 七班跟我关系特别好 你们看看他什么水平 他的道客 你们看看 所以说你们不用 完全不用担心 老师这边的老师 都很厉害 我就告诉你们 都很强 都很强 所以说我们几个人 从来都不把你们的面试官 放在眼里 从来都不 为啥 你要让我去面试 我们能怼死他 真的 我不骗你们 你要让我们去面试 我就 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了 我上课你们只要能提问 出我不知道的东西 有解 还记得吗 没记得 不记得 你们后来不知道 是吧 早吃了 早吃了 你别让我给你修 修你的PC机 我告诉你 这PC机 这报纸 那报纸 那个可不会 我们在企业里边 能把他们怼死 为啥 因为他们说实话 真是不太行 真是不太行 有厉害的 有厉害的 但是说实话 对 少 少 真的少 因为啥呢 厉害的都被扣了当老师 然后啊 继续啊 第四个 缓存啊 第四个缓存啊 第五个东西 这个就是 到时我给我的学生 做的一个东西 这个里边 这个里边有什么 这个里边 你们看啊 这个里边有另外的一个 你们没有接触过的 就是亚母 自制亚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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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制亚母园啊 这个 这个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呢 这个是 MongoDB下 你们不都知道什么 MyCircle吗 MyRadDB吗 在企业里边 有的人用MongoDB 数据库服务 数据库 有的人用MongoDB 如果用MongoDB 实现 NX的第三方模块 哪个是第三方模块 GrandFS GrandFS 这个叫做 这个是NX的 你们可以理解为 三方模块啊 怎么样去添加 第三方模块 怎么样去添加 第三方模块 这个是 我就要考你们的支点啊 这不是说 这不是考你们 这是我要教你们的啊 第一个 实现 已经 实现 已经 下载的 三方 模块 添加 实现 已经下载的 三方模块 添加 你们看我这上面 已经给你写了 点杠肯肯费个 然后其实是不是 杠杠A的 Moto啊 那等于 那我问你 那这前两个点 是啥意思 两个点 是啥意思 上上级吧 是上级吗 是上级 是上级 上上级 是上上级 然后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Git 客楼 Git 你们以后会讲 这条命令 我告诉你们 每条命令是什么啊 这条命令是下载 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下载 能听明白吗 这个是下载的意思啊 这个是下载 然后这个是cd cd进去 cd到三方模块里边 然后这个是 git的更新 git的更新 这个git 你们以后就会学了 这个你们就照着打 就可以了啊 这个实现完 这个之后 要回到nx这里边 回到nx里边干什么 这是不是假装肯费个 配置 然后看看A的Moto 添加D 三方已经下载的模块 明白了吗 能看懂吗 这话 这个东西 你们以后一定会做 已经下载了的三方模块 怎么样给它添加进去 不不是用刚刚位子 有的时候 你已经下载过来的 你为什么用刚刚位子 它不是nx本身的 它是三方的 明白啥叫三方吗 不是nx这边的模块 听明白没有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样去添加 和你的nx两边关联去 这个也就是 我要送你们的倒数第二个礼物 杠杠A的Moto 怎么样实现三方模块关联 非常重要 我再强调一次 非常重要 第五题 你们今天做不出来可以 明天张老师讲完PXE之后 然后同学交流过 把这个必须得做出来 明白了吗 同学们 必须这个一点都不难 这个一点都不难 笔记 我都给你们写的很细了 你们现在明白是干嘛 每一步是干嘛 我这就是 这是不是就是第一波 装环境 然后get客龙下载 在这个网址下边去下载呀 下载完之后 是不是进入到这个目录下边 然后执行这个 这个命令 命令是啥意思 以后不要再问我了 命令是啥意思 不要再问我了 这个你们一个月 不要问我那些问题了 现在 然后这个时候 在CD到NX下边 然后是不是就是 点配置一下 其实里边 是不是还可以指定个路径 什么呢 你把刀是不是都可以呀 然后刚刚A的 Moto 等于什么 然后加载 添加已经下载的模块 然后再添加模块 然后再 make make 验死到 现在这个NX这边 下基本环境 明白了吗 同学们 知道每一行 命令是啥意思了吧 然后啊 下一个 你们看你们现在 现在真的不错 现在啊 下边就是怎么样去配置 在这块你们要注意什么呢 你们在这块 要注意什么呢 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这个功能是 我搭一个mongodb mongodb 然后啊 我恩 这样三搭一起 咱们就用一台 我一台机器里边 搭一个mongodb 然后搭一个 恩贞 然后把第三方模块添加之后 第一个mongodb 我给mongodb里边上传一张图片 上传一张点 勾PG 看好了 必须得一点勾PG结尾的啊 看好了 必须是 一点勾PG结尾的 明白吗 同学们 必须得上传一个 一点勾PG结尾的一个图片啊 这个时候 我在mongodb上 用 用什么命令 下边给你解了 mongodb上下载 那个上传一个 一点勾PG的一个图片 然后这个时候 我在我的 nx的 web页面上 能够实现这个图片的长看 极相反 能听懂吗 这块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我在我mongodb上面 传了一个图片 我是不是在我数据库里边 传一个图片啊 但是我用这个三方文化把我的mongodb和我的nx两边相关联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在我的nx上 nx打ip打路径 下面打文件名 ip打路径打文件名 比如这个时候 你上传的那张图片 就在你的web页面上 显示出来了 能明白吗 企业级图片 服务器 也可以做文件 服务器 来这个原理明白了吗 知道我在说啥吗 你们来啥也不知道的 举下手看一眼 就不知道我在说啥的 跟不上的 都能听懂是吗 嗯 然后啊 这个时候 这个是nxlocation的配置文件 这个grandfs 后边加的这个test是数据库的名称 test库是mongodb默认的一个test库 就是说你在mongodb上 你不用去加库 直接就用它默认的这个test库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吗 然后两个是数据库的文件类型 文件类型 下面这个是不是我装本机的 mongodb上哪找啊 上本机找 127.0.1的27017 从这块你可以看出什么 mongodb的端口是多少 27017 在location字段里边 那这个时候你跟下的img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创建这个 目录啊 目录下边又有文件吗 需要有吗 不需要有 为什么 我只要有这个路径就可以了 我这个img下面不需要有 为什么 因为我是从mongodb那边 调取的 但是我的路径要显示 假如说ip地址 就是正常的ip地址 然后 下边的 跟下 然后下边的img 下边的你的上传的那个 文件名字 那个图片的名字 假如说1.gpg 能听明白吗 一会我给你看一下图 你们就知道了 这是 nx那边的配置 第五个是太考验 你的综合能力了 第五个 太考验你了 真的 然后啊 但是你要做出来这个 你就会感觉瞬间 神情气爽 你就会感觉你太厉害了 你就会感觉你太厉害了 我的每一步训练 都是有目的的 这些 我问你们 这些其实 是不是变事的时候 都可以往外说呀 你们知道我在说呀吗 然后啊 下一个 那怎么装mongodb呀 怎么装mongodb呀 那不是yam.y 也是装mongodb的 在这里看 这个又引出了一个 yam那边的知识了 自建源 自建源 vi.etc yam.ipo.d 下边的mongodb.org 然后这个gpgcheck 是否叫yam 等于e 这个就这么写就行了 然后这个叫做 你yam的那个key 这个你们都不用管 是什么 你们就把这个复制下去 然后直接yam.make.catch yam.yam.in.start mongodb 然后把mongodb 然后把mongodb起来就可以了 知道mongodb咋装了吗 这个 这个叫做自建的 这个yam源 这个叫做自建的这个源 然后啊 这个时候 你们 你们还记得吗 我的mongodb 是不是要去上传 上传图片呢 来往这看啊 上传图片 用什么命令呢 mongodb mongodb port 控格 杠杠 host 127 mongodb的地址 杠杠 point 然后这个point 是端口是多少 27017 杠杠 db 后边db的名字 酷名 用模式 这是不是 test的呀 然后你上传的这个 你别把我原本不动的复制 我的这个图片叫啥 一点 gopg 杠杠 taple 是什么类型的 gopg 类型的 知道啥是啥的吗 现在 mongod fills put 上传 后边刚刚 host 127 本地 刚刚point 端口 刚刚db 数据库名字 test 然后这个图片的 名称是什么 然后刚刚type 类型是 gopg 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嗯 这个 你看这是配着 配着文件里边 其实是不是就是我给你们写的那个呀 一二吧 然后这圆也给你们写了 一步一步怎么做 看 啊 这是什么htb 我的原服务器 下边的 img 下边的 一点 gopg 然后我这图片 上传的图片 是不是就是 上来了 能看明白吗 这不就是你给我 给你的数据库 mongodb 传一个图片 然后这个时候 你在你的nx 加上 加上一个三方模块 然后你直接去访问这个图片 可以实现这个图片的查看 文件的查看器下载吗 明白了吗 能听懂吗 这话 你们加三方模块 那块肯定会非常费劲啊 但是你们 你们如果说照着我这个一步一步去复制粘贴 肯定是好使的 但是啊 那样的话 我跟你们说 没有啥意义 你们得先明白 每一步是干嘛的 每一步是干嘛的啊 然后啊 这个时候 我先带你们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别着急啊 先看看我网站现在是啥样 嗯 403 forbidden 今常起来了吧 进行起来了 进行起来了 来 去看 去找 403 forbidden 不用想 控制 不用想 user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什么 这个时候肯定是这样的 都不用想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看 我这下边加加加加加了加了在location 最后边加了这个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访问控制的那个东西 拒绝所有 允许 这个 我这是不是只允许23呢 来咱们先看一下啊 你看我这是不是允许30.100.64.23去访问 你们知道我在说啥吗 然后这个时候 user loco 下边的 nx 下面的 sbin 下面的 nx -s re load 诶这个时候 是不是起 重新交代我刚t 是不是没有 pages文件没有错误啊 然后我reload了一下 刚sreload了一下 然后我c cur car一下 403吧 这是不是给你报403了 那这个时候 继续进pages文件去看啊 进pages文件去看啊 就到这儿了 就到这儿了 这个时候咱们允许 允许哪个机器呢 允许26 允许26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再reload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再 哎 为啥还是forbidden呢 我已经加载了 这时候如果是你们 你们怎么做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做 重体也不好使 我就告诉你 是不是起来了 哎 也是 forb的 啊 嗯 哦 我家已经关了 这时候咱们要怎么做 这样怎么 我事儿我可以去见 你们啥意思了吗 我可以去make 那这样咱别用说了 咱用根下的 根下的 下边的 去去去 有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 这样咱先把这两行给他 出席啊 啊 但你们排问题呢 我千辛万苦给你们整出来的 这问题 哎 干啥S 水load了 啊 我的路径是在啥来的 然后 那个 dra at ml 然后 cd 然后这个时候 vindex.hc 哦 对了 昨天我看起来说 php啊 php非常简单啊 但你php的那个字段 把警号 fastcgi那行 加上 然后再创一个 index.php就好了 那个 那就好了 那个以后再说吧 那你们以后 再学 你们觉得这是能处理 那这是差不多 有说能 有说差不多的 你们觉得能处理吗 我逗你们玩呢 在这啊 这就啥 你看别扯你们 你别耽误我讲课啊 来来来 别扯他了 来看这页面是不是出来了 这为什么 这其实是不是 我一开始 就是那个 里边根本都没东西啊 我把index.php的 默认的那个 我把index.php的 默认的那个 访问index.php的那个 主页面给他 删掉了 他找不到一面了 你们知道我在说啊吗 找不到一面了 所以说你自己 随便写路径就可以 在这 你随便写路径 不用说非在什么 你随便写 这块 然后哎 第一个小问题 你们解决了啊 第一个小问题 你们解决了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继续访问控 这是不是该到访问控制了 然后这个时候 来咱们这个时候 进入到这个 先看我做 不要跟着我做 以后做时间 不允许跟着我做啊 我打一个 你打一个 那就你做出来 还是我做出来的 然后这个时候看好了 哎 这是不是 拒绝 这要有分号 分号 明白了吗 然后 这允许 这不能允许26 首先确认 我刚才网站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 我网站啥问题啊 不是 我网站有啥问题啊 我这么大的页面 都在这出来了 我有啥问题啊 这都哈哈了 有问题吗 是不是没有啊 干啥去 然后啊 这是不是只允许二级访 拒绝 所有啊 然后这个时候 reload 是不是reload了点啊 然后 出这一下 然后 403了 拒绝了 刚才看我的网站 是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 你们看 这是不是 NX版本号出来了 知道为啥要隐藏了吧 tokenoff 昨天讲的东西 tokenoff 昨天讲的东西 明白了吗 同学们 然后啊 这个时候啊 看啊 这个时候 咱再进去 咱再进去啊 咱再进去 这个时候 咱不是不允许 他访问吗 那这个时候 咱们允许本机 我允许 26 我允许26啊 我允许26 然后这个时候 我啊 CURL 然后 我reload了吗 没有啊 没有吧 CURL 杠 I SGP 冒号双杰杠 然后加 这个 哦 为什么又是403 这个时候 你们没考虑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啊 直漏洞了 直漏洞了 为什么海贝进去 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 什么呀 哎 咋说呢 我问你们 我靠127.0.1 和靠这个IP地址 你们 你们是不是忘了 我当时给你们讲了啥来的 看不懂 什么 你们还记得 你们还记得我交给你们啥来的吗 就是说啊 你们想想这个为啥是forbidden的 为啥是forbidden的 我这个肯定是forbidden吧 我这台机器 我用浏览器访问 是不是肯定是forbidden 为什么 因为我是千锋的网络出口的那个公网的那个IP地址吧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肯定是forbidden 那么我在这块 我已经 我在我的配置文件里边 我已经允许了 我的这个IP的访问 为什么我这还是这个呢 不是内网黑 因为在这 这个时候啊 你们想想 你们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引出来了 另一个东西 叫做代理的一个东西 这个叫做代理的一个东西啊 代理 对 代理 这个你们以后会学啊 你们以后一会做这个的时候 一定会去 一定会遇见问题 但是你们遇见这个问题和我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们用的是你们 Vinix 本机 能听懂吗 我用的是不原服务器啊 你访问地址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用你本机的Linux去直接去靠啊 能听懂了吗 你们可以用你本机Linux的IP地址直接去靠 但是我在这儿 但是我在这儿不可以明白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咱继续啊 这个时候 我把这两行给他 出示一下 出示一下啊 这就是访问控制列表 这个其实啊 你们以后又要用防偶墙去做啊 用防偶墙去做啊 然后这个时候 那你说这个时候我再reload一下 我问你我的页面有吗 我又有了 这时候访问控制列表生效了 Danny的那一个字段 我给他出示了 你们知道的时候啊 然后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实现的用户的一个控制啊 实现用户的一个控制 是在哪两行生效呢 Auth Basic Auth Basic 来咱们看一下 你们看我现在正常访问 我网站是不是这个页面 这没问题吧 没毛病吗 然后这个时候 从而咋放 进入控制列表 在这里边加上 在表行 Auth Basic Input Name在Location之段 这是不是跟一下的 照函下不在 我有这个吧 这里边底下是不是有东西 我记得 有吧 然后啊 这个时候 你们看啊 我这个时候 我要做什么呢 我已经 我没reload啊 没reload reload reload 然后啊 这个时候 我给我的这个网站 添加了这个用户和密码 这个有的时候 你要用一个什么命令呢 你要用这个命令 你要用这个命令 你们一会儿会遇到这个问题啊 仔细听啊 你们会用http 自己取一个 自己取一个 add password for user 张三 这是不是给张三 填密码啊 然后这个时候啊 看一下啊 看一下咱们的网站 这个时候啊 把这个关掉 然后这个时候 复制一下 然后 这是干啥呢 这是不是 来你们仔细看啊 你们仔细看啊 这一块 是不是说 please input your name 你 请输入你的名字 这个字段 我一会儿教你们怎么改啊 来你们看 我现在是不是让我输入我的用户名 和密码了 这是不是就是说 只允许大网榜看 不允许其他人看这个网站 这个模块 是不是实现了 这功能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我密码 我张三 张三 密码是啥来的 就我知道 你们又不知道 瞎打啥 看到了吗 这是不是 我必须得先用登录我的 先登录我的账号和密码 我才能够看到我的这个网站 看明白了吗 那有的老师 那这个网站可以去实现实现就是多人的 那你可不可以多加几个账号吧 知道在说话吗 然后啊 这个时候 是不是 你们看这个 please input your name 这个时候你说 我看这个太别角了 我看这个太别角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太别角 看 这是不是please input your name 那么这个时候 回到NX的配置文件 回到NX的配置文件去 然后找到你刚才加的location的那一行 你的location那一行 然后看 autobasic 看please input your name 这是啥 这是啥 在这儿 在这儿咱们可得一些呢 哈哈哈哈 I love you I love you 是不是在reload啊 reload啊 然后这个时候 这是啥 I love you 知道这一行改是什么了吧 同学们 哈哈 I love you的 服务器的这个 你是不是在这边可以给用户提讯 你要它输入什么 是不是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啊 明白了吗 同学们 这是这个啊 这是这个 这我在这输入个 张三 然后在这输入个 密码 好了 然后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啊 我们看 输入密码 禁止 ip段 然后 用户的一个访问 然后 网站的一个代码更迭 网站的一个代码更迭啊 这个是在哪去写呢 也是在这里去写 然后在这里边加个什么呢 在这里边 咱先加一个啊 先加一个 不行 这不坏美观了 我受不了 分点 fitter 来 首先确认一下 咱们的 你们看啊 来 你看 首先确认一下 我现在 我是不是没有这个控制列表的 是不是所有用户都可以访问了 然后你们看我的这个东西 你们看 这是不是我的网站内容 是不是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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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哈哈 哈哈 哈哈呀 仔细看 是不是三个nx 加三个哈哈 然后这个时候 我加了一个东西啊 上fitter模块 fitter模块 nx 然后后边 把所有 把第一个 这是把第一个nxt替换成 hepaq啊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看一下 效果啊 干s reload 然后这个时候 哎 哦 哦 为什么没有生效呢 什么模块 不是模块的 不是模块的 是 啊 reload了 然后这个时候 反弹的过滤 htp 这个模块 刚刚位子 这个时候啊 看好了 看好了 sup sup fitter vinder 双引号 单引号 双引号 然后进去 配文件就大了 有没有啥问题 看看 看看有没有啥问题 sup fitter nx 然后替换成 nx 双引号 结束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时候啊 然后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咱们再继续 reload一下 然后再访问一下我的IP地址 整体 整体 这 看了吗 是不是我第一个 Apaq 我刚才为什么刷新一下没有出来 因为它调取了我本集的混存 明白啥意思了吗 这个你们看我的页面 我没有改我的我的index.atml里边的这个Apaq吧 我说没改 然后现在是不是变成了Apaq nx nx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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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明白了吗 那么这个时候 我说不行 我要把全部的Nx 全都换成Apaq 干啥呢 你 困了 是不是困了 啊 是不是困了 都闭眼睛了 我想这个你竟然也能犯困 哈哈 我想这个竟然能犯困 然后啊 这个时候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说我现在想把那个再继续换 再继续换啊 再继续换 然后笔记下边是不是在这个下边 是不是只替换了一个 然后再加入这个东西 然后再加入这一个啊 再进入到Nx的这个配置文件去 Nx的配置文件去找到location的那个找到location的那个 然后 然后 分 分 哦 打完之后 re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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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时候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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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是不是Apache 是不是全都换了 假如说我的代码要写错了 然后或者说我的页面显示成这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 所有的Apache 换成Apache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说不行啊不行啊 我发现我没整错 是我整错了 这个时候又发现了 说不行再换回来 再换回来 再换回来 把你的Apache的这个东西 在上面呢 然后在这 你把你的这个 是不是给他注释掉 这是把NHK字 动格换成Apache 我换成别的行吗 换成啥呢 吸吸 吸吸 行 吸吸 不要 不要那么 我们一般都是换英文 很少有换英文 其实他是支持的 他是支持的 UTF8是支持 这是不是把NHK字 全都换成 吸吸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说 不行给我还原 你老大又变了 还原 我还原 啥 一说这就不干了 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 把这个给他 注释一下 注释一下 然后再给他 reload reload 你的NHK字 是不是又 回来了 知道了吗 但是加这个东西 必须要有模块的支撑 能听懂啥意思吗 如果你当时 你装到Apache 这是最后要你做的 就是说 你没有这个模块的支撑 你的配置文件 是起不来的 他会告诉你说 找不到这个模块 没有这个模块 就不能实现 这个功能的支持 明白了吗 可以了吧 这个 Apache 又学一个 Apache 不行 还是读不出他那味儿的 然后 Apache Apache 是设计缓存 首先 设计缓存 要注意什么 首先就是 服务器的日期 必须要准确 因为如果服务器 你打啥字呢 你打到文件 打啥字 如果服务器的日期 落后 实际日期 可能会导致 缓存失效 浏览的内容 无改变 于是直接调取 本地的缓存 我一开始 是不是就调取 本地的缓存了 你们知道 我在说啥吗 然后 我这里的 Espires 表示过期的时间 Catch Control 表示 最大的存活时间 这个时候 怎么去看呢 这个东西 我们看看 这是几行 来 123456 9行 是吧 Excess running Bet E tag 然后 Keep a live Contaction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进入 进入到 这也是NXU化的 一个东西 这个以后 你们会学 你们会学习别的 这个后边的Espires 里边有很多语法 设置一小时 如果 那我问你 减一小时 是啥意思 是不是就是 没有缓存了 对吧 这是缓存一小时 这是不是就是 不设置缓存了 对吧 你们知道 我说啥吗 复数的时间 那肯定就是 没有啊 然后这个时候 CatchControl 出来了吗 为啥是3600啊 以秒为 本位 CatchControl 是不是出不来了 是的 那这个时候来 咱们把缓存去掉 咱们把这个缓存去掉 咱们把缓存去掉 然后这个时候 缓存去掉 是不是把这一行 我要给他 加上 然后把这个 给他 这看好 这是不是都以分号结尾的 对分号结尾啊 然后W Q 然后这个时候 放S Re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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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时候 你 Catch 叫Catch 有缓存吗 No Catch 会看了吗 这会 No Catch 嘿嘿 最后这个 不带你们做 我带你们做 我还考你们啥了 这回 第五个是非常难的一个东西啊 来我问你们 今天就是我讲的 这四个 你们看我是不是没有带你们做一些 我是不是只把大块的交给你们了 能听懂吗 都能听懂吗 同学们 会配吗 啥 会 会是吗 今天我检查你第五个啊 第五个做不出去不许不许回家啊 你不是会吗 来 第五个你等一下 等会儿没讲完呢 我讲第五个同学们啊 其实第五个融合了非常多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在公司里边干活 他就会融合你非常多的一个东西 第五个我要考你们什么呢 第五个要真正考验你们的就是 我已经下载了一个三方的模块 怎么样把它加到我的NX里边 能听懂吗 这个是用杠杠A的model 一定要加加对了路径 听看明白了吗 能明白啥意思吗 我这个我下的这个NX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上两集目录下 能能看懂吗 能看懂是吧 然后啊 再一个Gate这块啊 Gate这块你们以后会学啊 Gate这以后你们会学啊 然后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 我告诉你们啊 前面我感觉我给你们讲完之后啊 你们不用纠结于第二个 第二个你们做一下就行了 这个以后你们防火墙还会重点学 你们一会儿没事的时候 把阿帕奇的这个虚拟主机也去列一下 怎么样去写 其实其实这个你们不做也行 因为啥 太简单了 还记得当时讲虚拟主机 第一段是不是Vitual Host 第二段是不是 Grant 奥网 就是允许全部人的访问 我在里边其实加一个字段 是不是 就可以了 你们知道的时候啊 现在 嗯 那这个其实这个做不做都没没问题啊 这个你们只需要重点是一 听好今天重点啊 访问用户的控制给我做出来 用户的控制 然后实现代码的这个过滤 实现代码的这个过滤 然后 以什么什么时候换一个 什么时候换多个 知道在说啥吗 嗯 然后还有这是第三个 然后还有一个第四个 怎么样去设置缓存 Cache Control 和这个Ease Pairs 表示的分别是什么 刚才我是不是给你们演示出来 No Cache那个东西了 嗯 然后第四个也得做出来啊 唯独就第二个不是很重要啊 因为以后你们会用防火墙 然后还有第五个也是我交给你们的这个啊 就是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第五个东西 就是实现企业级的图片 服务器啊 图片服务器 把这个都搭出来 然后还有还有啊 别着急啊 我教你们怎么去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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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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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